双手握纱 即手握无限 手握永恒 这二十年来 绵阳高速发展 当中的基础建设 譬如河堤 道路和桥梁 有一半繁华集团都主导或参与了建设 包括巡警大楼 绵阳市国家安全局 绵阳地税大楼 繁华商业城 冰河广场 建设大厦 新华书店发行大楼 东河院 南河花园等 繁华集团也负责了沈家霸的整体开发 包括有东津大桥 东津大道 芙蓉西河堤等 另外的建设还有富乐小区 铁牛广场 福江三桥 繁华大桥 绵阳机场 绵州大剧院 绵广高速公路 先后承担和参与建设的主要项目就有一百多个 当然 还有万众期待的繁华广场 繁华广场是繁华集团的代表作 繁华集团把这项目打造成绵阳城市门户的典范项目 推动城市区域化发展 我代表整个繁华集团 感谢大家这二十年来的关心 关注 我们将以身上的责任 把这座土地建立好 不辜负大家对我们这二十年来的一直的关心 谢谢 因为这块地对繁华集团来讲的话意义非同一般 它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它是有一个殿堂级的意义 这块地以前是我们集团公司的总部 也是我们繁华的精神象征 在绵阳很多老百姓当中你要说繁华的话 第一反应就是那个地方是繁华集团 其实随意走过绵阳的大街小巷 大家就能轻易发现繁华建设者们留下的足迹 一栋栋大楼 一条条道路 一座座桥梁 都成为了繁华人二十年追梦之路的不朽见证 繁华走到今天已经二十年了 刚好今年二十年又是我们繁华的另外一个转折期 就是相当于一个新的团队来带领这个公司往下一步走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有我们自己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 第一我们的目标是要打造百年繁华 当然要打造百年繁华的话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是一个比较漫长甚至艰辛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一些小的一些阶段性的目标 比方说我们今年二十年 我们提出了国际繁华的概念 因为现在的繁华也不光是只在国内发展 我们在澳大利亚也有相关的项目已经开始 所以我们下来澳大利亚的项目还会做得更多更好 这个也是为我们打造百年繁华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我觉得有两种经济它是不管你怎么发展 它都是不会被遗忘不被保护看好的 一个是教育行业 一个是医疗行业 因为我们人类在发展教育为本 所以说不管是中国的宏观来讲经济怎么发展 还是从微观来讲的话 一个家庭里他缺什么都不会让自己的小孩缺教育 那么随着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的话 坦白讲以前我们的中国人是很拼命很刻苦 正好现在大家有时间停下来思考一下 更会看重自己的身体 看会对自己保养或者说对自己好一点 所以我学的下一步 我们可以跟教育跟医疗跟养老跟养生结合起来 百年繁华是老繁总的发展蓝图 也是繁华人的梦想 我觉得在繁华的未来当中 我们的口号是百年繁华 我们正在一步一步地坚实地向那个目标靠近 作为一个繁华20年的老员工 我们当然希望繁华走得越来越稳越来越壮大 我在这里工作一直很开心 我相信我会一直在这里工作 直到我退休 主要我们这一代人来说 因为对反法是不能献青春了 我们的青春献给共产党了 那么只能是我们献终身 那么就是为了实现我们百年的反法 共筑我们反法的梦 来贡献我们自身的这个力量 反法是一个大家体 上下是相当团结 相当核目相处这一种 今后我还继续在这里工作 努力为反法的壮大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我那时候 现在十年 十年半一半 每十年半一半 办法越办法越大 打算别人办法 我今年整整二十年 还有八十年 还有在我下船来走 没有沙 没有楼房 没有你们 没有今天的繁华 二十年过去了 繁华二字 不仅融住着时代的印记 更承载着全体繁华人 百年的宏愿与梦想 繁华人来吧 再次昂首阔步 展翅飞翔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